我們這次到緬甸最主要是希望把我們台灣的技術 技術面的東西帶到緬甸當地 然後去協助當地的店家做技術的提升 然後同時間也教育他們當地的消費者 其實美容、拋光、鍍膜還有更高層次的東西 因為當地他們的價格比較低 他們洗一台車可能只要60塊台幣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些比較專業的角度 跟專業的技術、設備 教他們如何去操作這些專業的器材 讓他們可以做更進一步的提升 這次去我們是主要針對拋光的技術去做指導 他們就是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他們只有用ROG 就是台灣比較早期的那種老師傅 就是快速掃過去可能就是有量就好 他們不會針對一些細的傷痕去做除命 那我們就是利用PE210先做砂質痕的傷痕置換 這部分他們感到非常驚訝 我覺得非常厲害 就是利用ROG可以把這個砂質輕鬆的去除 那KT5在做傷痕的修飾跟鏡面的處理的時候 表現上也是非常優異非常亮的 那他們也是覺得感到受益良多 因為我們在緬甸當地有代理商 他把我們台灣的KT5系統帶移到緬甸 那這次去也是幫助緬甸代理商去做推廣 讓他們更認識我們台灣的產品 我們的設備我們的工具 像我們的KT5 我們這次KT5在當地的店家去做實驗測試的時候 當地店家的老闆都非常喜歡 雖然說這個價格在當地可能還不是那麼容易被認同 因為當地的拋光機的設備可能一台只要一兩千塊台幣 也可能是中國製的越南製的 但是我們這個台灣的KT5的產品到那邊 可能換算起來台幣將近要六千塊錢 他們會覺得價格比較高 但是經過實際操作之後 他們都蠻能認同的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的設備 也的確可以縮短他們的拋光時間 增加他們的拋光效率還有細膩度 他們以前沒有看過拋光機 原來可以達到這樣的成效 也可以幫助他們 面對消費者的時候 可以提高一下他們的收費價格 這家店我們在示範車頂 是因為KT5是處於長軸 所以它有這個優勢 去做車頂拋光處理的時候會比較輕鬆 那這家店我們就示範車頂的拋光 一些水痕 一些傷痕的處理 可以畫面上可以看到 他們有兩個師傅 就是非常有興趣想要學這台機器 所以他們也是非常積極的想要去嘗試 說這台機器到底要怎麼使用 才可以達到它最高的效率 畫面來到第三家店 那這個老闆是非常親切的 其實對拋光上的概念其實非常的好 他也希望說能夠學習到KT5的該種去操作 我在拋光的部分其實有一條重刮傷 那我就示範說用羊毛跟泥衣去做修飾這個傷痕 那因為其實KT5屬於DAG 所以在傷害處理上其實沒有像ROG那麼有效率 所以我在示範的時候其實也非常辛苦 就是希望能夠去拋除這個傷痕 那其實KT5在狀況上修飾會花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KT5還是可以把重傷痕給移除掉 但是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會比較睡覺 這次的活動我們跟當地的一些店家 還有當地的一些師傅做了一些 汽車美容的一些相關的交流與教學 那我們希望未來更多的機會 可以前進更多的國家 跟更多國家當地的汽車美容來做合作 我們希望可以把台灣的產品 台灣的品牌價值 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認識到台灣 其實是有能力把產品做好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好的產品推廣到國外 從東南亞回起點 然後一路行銷到全世界 好多的地方